108代出來 第一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第二個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怎麼做 第一個先選編號 到它下面的東西 再到公式裡面 公式裡面有個叫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也就是在名稱裡面建一個叫編號 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從選舉範圍建立的時候 記得把編號選進來 它就會知道你的頂端列 就是名稱的來源 它就把編號 放到名稱裡面 把下面的資料當成是它 對應到的資料 按確定 如果你確定之後在名稱裡面 管理員看一下有沒有編號 範圍是A3到A10 沒錯 再來做什麼呢 第二步 如果你要做下拉清單 油標還是放在這裡 切到哪裡呢 切到資料 裡面的資料驗證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蠻重要的功能 不過好像有些同學還是找不到 之前好像有同學 我是覺得這個每天都會常用 反正就是下拉清單 那怎麼做 點資料驗證 資料的資料驗證 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清單 因為本來是任意值 來源呢 我習慣是用名稱 按怎麼呢 F3 F3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個編號 編號就出來了 當然你也可以用選的啦 不過我覺得用選的真的很容易出錯 而且將來你如果換的位置 或者是你什麼工作板名稱又改了 它裡面來源又不見了 那如果你用那個名稱的話 問題真的比較少 而且它會蠻方便 不過關鍵就是 缺點就是說你要先到公式裡面 先定義一個名稱 然後配合一個按鍵叫F3 你這樣就搞定了 而且以後問題真的很少 OK那這邊的話按一個確定 來源就是編號 確定一下 下拉清單就出來了 OK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點一個去換一個 那可是問題 這邊放在這裡好像怪怪的 所以把它剪下來 放哪裡呢 請你在新增一工作表 放在最前面 這邊的話叫 也許叫查詢介面之類的 比如說這個叫查詢介面 或者什麼之類的 反正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 也將要查詢的那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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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面 一般是會把介面跟資料分開 那我把它放在B2儲存格 貼上 把剛剛的東西呢 再把它搬過來 Ctrl-X 搬到這邊 那你想說搬過來 會不會需要改什麼東西呢 其實也完全不用 向下拉 自動就帶資料出來 有沒有 OK 這樣的話就很方便 完全不需要動 它就自動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這個部分的話 是用一個叫LOOKUP函數 那 同樣的用VLOOKUP函數 可不可以做到呢 當然可以 所以等一下的話 可以把 同樣的東西 再用那個 VLOOKUP函數 再做一遍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